严禁八十的大爷打算越狱 他被关在监狱里整整十年 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在打洞 而当他挖开地砖 梗儿 没想到竟干到了狱友这儿 牢房周围遍地老鼠 地上还躺着一言言一息的犯人 大爷嘱咐的不准跟任何人说 之后一挠瓜子就扎回了洞里 玉琉子好心的紧忙跟上 一路跟着老头就到了他的牢房 十年的时间老头研究了不少东西 有床架子做的匕首 肉腊做的蜡烛 自制的玉毛鼻外加煤炭墨 最牛逼的当属这床胆版的监狱地形图 大爷明显是个越狱行家呀 玉琉子立刻加入跑动小队 五年的时间 俩人白天吃饭锻炼 晚上跟着老头挖地道 可眼瞅着要成功了 老头却游进灯窟 给玉琉子留下个银行密码 就撒手人寰了 玉琉给老头装进了果实弹 玉琉子灵机一动 他将老头的尸体安葬在地道 自己则趁机钻进果实弹 玉琉怎么也想不到 那扔进大海的 竟是玉琉子 沉入大海后 他用匕首尬开带子挑开脚铁 就驾驶 成功跃了玉 玉琉子曾经是个朴实的渔民 没想到意外卷入恐怖分子案 检察官阿平为了庇护恐怖组织的亲爹 硬将罪名栽赃给他 而玉琉子的两个好友也被收买 一起将他指认 导致玉琉子的婚礼现场被人抓走 关在了异国监狱 三天两头遭受刑讯逼供 受尽各种非人折磨 而送他入狱的三个罪魁祸首 则混得风生水起 阿平被表彰升职 平步青云 而溜子投身房地产业 逼死玉溜子的母亲 把他家改建成垃圾厂 成了地产大亨 他的老婆房地涓涓温柔冒霉 但只是看起来贤惠 实际上没完都会去溜出去玩游戏 他曾是检察官阿平的旧情人 俩人育有一子 但生下来的当天就被阿平活埋 不过却被一小偷发现 把孩子救走 钩子则是变成知名演员 还娶了他曾经的未婚妻 大女巍巍 如今欲溜的同返故国 发誓要针对这三个 钻送他人生的男人 展开复仇 于是他拿着老头留下的密码 来到了银行 一穿着破烂的乞丐走进瑞士银行 那狗眼看人低的保安立马将他拦下 大爷说自己有450亿存在这 可瞧他这样 谁心呢 看好戏的经理叫他输入密码 结果 经理立马变脸 紧忙把这位VIP中P请进贵宾室 又叫来行长亲自接待 原来他在监狱里任的干爹 竟是位前总统 因为政变才被关进监狱 有了钱以后 玉溜子摇身一便成为首富 复仇行动正是拉开序幕 他先是跟踪阿平媳妇来到健身房 往他的水杯里加点料 齐刘海喝下以后很快就起了过敏反应 等不及找药眼瞅着就要抽过去了 这时候玉溜子及时出现 找出包里的药 搁儿 旧家婶 顺利接近了检察官阿平一家 接下来他顾忌从事 尿巧的盯着钩子与大理巍巍的女儿 在他落水遇见时挺身而出 再以恩人的身份来到谈家 成功见到了钩子和他的前妻 接下来又从二溜子手里买下一栋别墅 从而与他结识 最后以了锅底为由 邀请三家人来别墅里做客 还特意带大家参观了花园 并提及了曾在雕像下 挖出一具婴儿尸骨 想到自己当年就是在这栋别墅里生的孩子 王帝娟娟好选没嘎过去 但你以为吓唬两句就完事了吗 不可能 几天欧玉溜子给他介绍了个小帅哥 酷爱陷入的王帝娟娟 很快就和人家打上了牌 但其实小白就是个混子 欠一辟或几一混的他 接近王帝娟娟就是为了圈钱 可他要的太多 王帝娟娟负担不起 于是就想学人家投资赚钱 一口气直接砸进三百万 结果玉溜子一时手腕就叫他赔了个底掉 这时玉溜子假装无意间透露给王帝娟娟 其实小白就是当年被埋在雕像下的孩子 得知小男友居然是自己的亲儿子 王帝娟娟不仅没崩溃 反而还高兴的流下了热泪 这个玉溜子正懵了 不禁由衷的感慨 为了救儿子 他以丈夫的名义 借下巨额高利贷 二溜子还不起 被关进了刑罚仓库 而幕后操纵者玉溜子 则是把自己当年受过的刑罚 全都给他上了一遍 当年叱咤风云的商业大亨 如今却成了瘫痪 只能靠眨眼和人交流 小三上位的儿媳妇为了独吞所有遗产 准备用药毒死妓女 再解决掉瘫痪的公公 这就算齐活了 他将自己的邪恶计划说给公公听 又破坏了他的视线捕捉系统 导致他无法与人交流 但玉溜子早有准备 与此同时 对他早有怀疑的阿平经过细致的调查 戳穿了玉溜子伪造的身份 可没想到 对方拿出他与小白的亲子鉴定书 以曝光他有私生子威威胁 逼得阿平毁了证据 但他不允许把把柄烙在别人手里 于是假意与儿子相认 但晚上就把小白打军活埋了 玉溜子把人挖出来 又把这件事告诉了王帝娟娟 儿子闲些被杀 他忍无可忍 拿着玉溜子提供的证据 直接站到媒体前 揭露了阿平的真面目 他事业近回 回到家就见玉溜子也在 计划败露的媳妇已经服毒自杀 检察官阿平彻底崩溃 当年勾结恐怖分子的真凶 被玉溜子推到客厅 亲眼看着自己的家变得支离破碎 不必再动手 他已经生不如死了 复仇的目标只剩最后一个 玉溜子调查出钩子大火之前 称在香港做艺人助理 因为要花钱打通关系 而欠了黑帮不少钱 为了还债 他把黑帮引到艺人家里抢劫 不了抢到一半 人家回来了 黑帮直接灭了他全家的口 钩子却逃回老家当起了明星 玉溜子把这件事透露给各大媒体和大力威威 还跟他坦白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并说出了当年钩子和二溜子对他的涉及陷害 大力威威是伤心至极 在颁奖典礼上 当媒体都逼问钩子黑帮的事时 他也提出了离婚 钩子是身败名裂 气离子散 不仅欠下巨额违约金 那当年招惹的黑帮也被玉溜子收买 说啥不会放过他 绝望至极的钩子写下一书 上吊自杀 完成复仇后的玉溜子 放火烧毁了别墅 让所有的罪恶与怨恨都跟着大火化火灰烬 被慈将神推淹尸一勺 约遇老友是总统 流线巨款随便整 沙姆多妻扎心疼 挨个弄死 你别等 打烟了